今年第四号台风黑格比来势汹汹 8月3日14时 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 预计3日晚间至4日凌晨在明浙一带沿海登陆 福建防抗台风也进入紧急倒计时 连日来福建沿海紧急部署各项防台工作 全力防御台风黑格比 8月3日下午 记者来到了福建省福鼎市沙城镇实地采访 从福州驱车4个小时下午4点 记者来到了沙城码头 台风临近 大小渔船都已经回港避风 与往日热闹的场面相比 如今港区内一片安静 少数船只来回穿梭 几户养殖户正在渔船上收拾渔网渔具加固染绳 当地养殖户橡兵在海上经营着养殖业 从2日开始 他就在鱼排上加固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将小船靠泊到码头 做好安全防范后准备上岸 船闭风 船什么东西弄好 就这样子了 毛跑稳一点 绳子绑捞一点 提前差不多一两天 一两天左右 一两天左右就上岸了 一般人都不会待在下面 采访中有不少接驳船将海上鱼排的居民转移上岸 董先生和家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下渔船 回到镇上碧峰 台湾快来的我们都要从鱼排转移走的 影响的话不一定很大 就是人一定要转移走 安全起见 毛绳什么都固定好了就可以转移了 气象部门预计 8月3日80至4日80 浙江东南部 福建东北部 台湾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大暴雨 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大暴雨 根据官方部署 福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 应回港必分 加固港口设施 防止船舶走毛 搁浅和碰撞 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